原标题杨幂刘凯威离婚竟是因为黄轩 杨幂前公公一句话讲出事情真相这两天 被杨幂和刘凯威离婚的消息把评 而对于两人的突然离婚大家都表现得很诧异 不过杨幂和刘凯威结婚以后 两人并没有闹过什么太大的矛盾 所以大家都纷纷猜测起来两人离婚的真正原因 这次网友猜测最多的是刘凯威和王欧的剧本门事件巨戏 当时王欧和刘凯威在合作一部戏 但是刘凯威在凌晨的时候却单独进入王欧的房内 两人在一起度过了四个小时 后来刘凯威辟谣称两人是在对剧本 而且杨幂选择了支持刘凯威 还亲自为刘凯威辟谣之后 这件事并不了了之 后来还有网友把两人离婚的导火索 指向了曾和杨幂传出过绯闻的李一峰 杨幂和李一峰曾合作过《怦然心动》 和《古剑奇谈》两部作品 合作期间就传出两人的绯闻 甚至还有网友爆料杨幂 为李一峰怀过瘀 但是这个传闻也被当事人否定了 如今有网友还猜测杨幂和刘凯威离婚的原因和黄轩有关 还爆出了两人暧昧的正剧照片中 杨幂身穿一件蓝条纹的短裙 而黄轩则在开始摸了杨幂的腿一下 而且在背她起来的时候 还对杨幂的腿往下摸了两次 不过很快黄轩的工作室就出来辟谣 原来两人是在拍摄电视剧的时候 因为杨幂穿的裙子太短了 是黄轩体贴的 把杨幂的裙子往下拽是害怕女方走光 其实两人在生活中是非常好的朋友关系 而且这也昔现出黄轩的绅士品德 正当网友们猜测不已的时候 杨幂的钱公公刘丹 接受了媒体的采访